大家知道现在问天实验舱 已经和核心舱 构成了一字构形的组合体 我们空间站的建造 还有一个梦天了 今年我们要完成空间站的建造 应该说这是我们载然航天 三十年来 我们最终的一个终极的目标 我想在这儿呢 带着大家一块儿呢 跟我再回顾一次 载然飞船的任务过程 同志们可能印象最深的 就是火箭点火起飞 那么实际上船舰分离以后 整个的任务就交给我们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了 大家知道发射段 我们也叫上升段 实际上是最具危险的一个时段 在最早的技术论证的时候 就提出了全程要救生的要求 但是大家知道 在火箭发射过程中 实际上是从速度从零 一直要变到7.9公里每秒的速度 这是一个高动态的一个过程 那么火箭可能会在任何一个点出现问题 特别是在大气层外 出现问题之后呢 落点的散步范围将达到7000多公里 那么怎么去救呢 在陆地上呢 从九泉到青岛有1800公里 我们还好说 那么在海上还有5000多公里 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船 去布在这个那么长的轨迹上去营救的 所以就要求我们地面 要把飞船的空到海上的 和陆上的几个特定的点上去 那么一旦发生逃逸 对于我们北京指挥和操作员来说 我们要在十秒钟左右 把这条指令发到飞船上去 可以说是非常紧急的和关键的